原冰写起新片来到北京 如今又有一位韩国花样美男李明浩空降京城 此消息一出 布拉木记者的电话就被频繁的拨通 都是来询问有关他的消息的 那到底是什么让这位年轻艺人有个如此令人着迷的魅力呢 我也是个男人的父母 李明浩空降京城 爸爸 太大了 哥哥 我爱你 这个活动开始前的一小时 等待排队日常的上百位影迷 此后已得为这场活动提前做了预认 在最近几年的韩剧中 李明浩算是一个多知性的人物 身材和现貌都算得上是花样美男的李明浩 近来凭借着城市恋人收获了高涨的人气 随着张东建 袁冰等韩国明星 或拍戏或宣传芯片现身北京 李明浩的这次北京行也老早就已经被猜测 这可能是他转移工作重心到中国的探论 凭借他努力学习普通话的尽头 也就这个猜测还真有可能 大家好 我是李明浩 谢谢 你爱我 他现在很想在现场学一些中文 所以有没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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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了吗 你是老师八九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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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演员如何保持并经营好自己的人气 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学问 在不到15分钟的采访时间中 李明浩夺体的谈吐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厚的印象 每次回答了问题后的笑容和做时眨眼微笑的表情 都体现了这个只有24岁的男演员的超高情声 在这个笑容最后 也许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次大营幕作品 中国导演中我喜欢吴日松 男演员和很喜欢刘德华 希望有一天可以来中国拍摄我的影视作品 天天天天 三云美男空降军场影媒观 超高人气 音效无敌 谢弦基